哈囉大家好 歡迎來到後面我是講故事的Ben 常看我頻道就會知道 我頻道的主軸其實跟許多介紹音樂的不太一樣 我沒有太集中在特定的領域 比如說華語流行或是J-POP 而是只要我喜歡跟有趣的內容 就會被我當作題材 我曾經介紹過500也介紹過米金玄師 板井玄水 當然還有歐美的泰勒斯小角色聽 甚至一些獨立樂團也被我當作題材過 其實像我這種超雜實性的聽眾 現在也非常常見 之後多虧了串流媒體的發展 而這樣的特性不只反映在我這樣的聽眾上 同時也影響了不少台灣本土的音樂人 最近有在關注台灣獨立音樂圈的聽眾 一定都知道一件大事 那又是柯拉奇發行了首張專輯 Memento Mori 12月23日正式上線串流平台 上線沒多久就在街聲出現霸榜的現象 而柯拉奇正是我剛剛所提 一支吸收了日式文化的台灣本土樂團 他們的歌曲特別的一點都是以台語作為主軸 時不時加上日語和阿美族語作為搭配 2019年組成很快就在網路上掀起超高討論度 絕對是在近幾年新台語歌運動中 不可忽視的一個存在 如果你對他們早有略有耳聞 或是從來沒有聽過他們 今天就讓我來簡單幫大家介紹這支樂團 至於我這邊又能簡單介紹免得被罵 因為獨立音樂圈子有時候挺排外的 這樣講感覺更容易被罵 喂 柯拉奇曾經於2019年 由主唱夏子與吉他手王嘉全組成 至今雖然只發表過9首單曲 但混搭台語、阿美族語、英語、日語的作品 獨具風格 讓他們至今也累積了相當高的人氣 團名取之於英文柯拉奇是拼貼的意思 這個名字的意涵正好反映了在他們充滿變化的作品裡 主唱夏子高中曾參加武林高中的熱音社 也因為社團的關係讓那時候的他開始學習唱歌 甚至去找了老師練習吼腔 大學則主修藝術與造型設計 這些經歷都在柯拉奇的生涯中發揮了很大的作用 不只是多元的藝術領域 他的血脈裡繼承了阿美族的父親 各家人的母親 以及從小最親近受日本教育長大的阿嬤 夏子這個名字也是來自於他阿嬤為他取的原住民名字 不同語言文化在他身上完美融合 clutch這個詞如同他本人的代名詞 小時候跟父母一起聽江玉衡、張雨生 加上現在在海景餐廳駐唱 將這一切養分內化 讓夏子能很自然的哼出樂耳的曲調 而家手王嘉全在音樂字幕上 從小深受周簡倫的樂風影響 技術面完全透過自學 上網查資料、研究編曲與混音技術 巧妙的互補也讓兩人的音樂默契一拍即合 兩人最早的簡約氣息是王嘉全 為了要參加2018年的天下第一閃靈改造大會 以僱住一職的心態向夏子提出一起參賽的邀約 其實原先的夏子完全不認識王嘉全 只是王嘉全在好幾年前就開始留意夏子的作品 並非常喜歡他的聲音 思考後夏子最後決定接下這個任務 儘管準備比賽時間非常少 但初次見面兩人合作卻非常順利 最後一番唱閃靈樂團的合掌獲得到比賽的冠軍 也奠定了兩人繼續合作的基礎 克拉奇組成後從2019年5月3日 於街森率先上傳了他們的第一首歌曲 這次謝克一卡哀同步也上傳了Youtube上 抱歉各位我的台語真的是不太好 由吉他手王嘉全主導創作的單曲 這次謝克一卡哀 歌詞講述了對於沒有結果的感情 內心的糾結與不甘 王嘉全也表示這首歌原位紀念一段告別的感情 後來王嘉全看見因為總統大選 許多家庭因世代立場不同發生溝通問題 而他們家也是其中之一 於是他便將原先的歌詞做了些許更改 把這些心情小加持器不諒解的地方寫進歌詞之中 除在音樂上扎實的功夫外 我認為之所以他們能在短時間吸引目光的其中的原因 來自於他們的視覺 在Youtube上最重要的無疑就是標題和封面 克拉奇的歌曲封面都是由夏子本人所繪製 而這種偏日系且具有強烈特色的象徵性的繪圖 加上那非常讀書一字的歌名 每個元素都吸引人點進去 所以一開始的我也是因為封面點進去 當然能不能紅還是要靠裡面的內容直球對決 除了吉他手王嘉全主導創作的這次 謝苦幾個愛夏子本人也主導了瑪莉昂 歌曲至今在Youtube也擁有160萬的點閱 瑪莉昂這首歌可以說是充分發揮出的樂團拼貼的特勝 歌詞使用了日文並寫進了阿美族語 創造動機是夏子為了紀念原住民的阿嬤 從小因為跟阿嬤很親 夏子才多少會講原住民話跟日文 阿嬤過世的時候夏子非常難過自己都沒有回去找她 日文歌詞的部分便是夏子對阿嬤唱的像 就是因為不會講族語無法對阿嬤傳遞想念 在曲的封面上也有著由夏子手繪的少女身穿馬拉阿美族服飾 頭頂花環盛開屋朵分別象徵了台灣過去的外來統治者 荷蘭 玉金香 天帝國 牡丹 日本 菊 基督教 玫瑰 國民政府 玫 儘管成群兩年的柯拉奇已經培養了一套彼此熟悉的合作默契 但仍有發生過比較激烈的爭執 像是在瑪利亞編曲初期因為王嘉全擅自剪輯拼貼她的陰鬼段落 而引起夏子的不滿 在摩托後兩人也達到共識 讓詞曲作者擁有最大的編曲主控權 無論歌曲由誰主導不變得是那順耳的旋律線 除了剛剛所提到的兩首歌我想很多人可能是從 萬千花蕊慈母悲哀才認識到他們的吧 2020年8月30日推出的單曲萬千花蕊慈母悲哀 在半年內就累積了270萬觀看數的超高人氣 之前為止也已經超過750次觀看數 創作上傳至街深後也已經霸版好一陣子 歌曲講述了在雨中等待歸人卻遲時沒有消息 心裡焦急又生氣的歌曲 看似簡單的故事也留給喜愛柯拉奇的聽眾們 許多解讀的空間 而最常看到的解讀便是聯想到這首歌或許 與白色恐怖時期有所關聯 但對此柯拉奇官方表示他們的創作 皆是由自己的生命經驗為出發 沒有這麼強烈要遵循本土意識、台灣意識 這樣只能有一點點美麗的誤會 但這不就是音樂最迷人的地方嗎 在去年年底 柯拉奇除了發行新歌、開設FB粉裝外 也宣布了發行首張專輯 Memento Mori 於12月23日全面上架串流平台 讓不少人開心死了 據說因為太多人湧入還造成接生大當機 就可以看出他們在全職超高人氣 其實現在他們也算是出圈啦 影片底下很常也會有不少大頻道留言 有興趣的朋友也可以到我以下附的粉專連結按讚支持他們 專輯名稱Memento Mori 來自於拉丁文意思就是勿忘你總有意思 不難看出他們以生死來包裝這次的概念 而最合心的概念可能也藏在專輯的名稱中 如果你把名稱風格化、大寫字母組合起來 就會變成Memory 當好就是日文的回憶 對於一個喜歡日本文化的人 我真的是蠻喜歡柯拉奇這支樂團 但因為他們的採訪實在真的是蠻少的 而且我也不喜歡太藍色的窗簾 所以就不解讀他們這次的專輯了 然後最後就喜歡按讚 然後分享也可以每個月15塊交為會員之我 就這樣下次見 掰